一百八十三集 不散功的方法 只有彻底地把这莲花禁制解除了 王林才可以实施心中的计划 走出了洞府后啊 他深吸口气 目光闪烁寒蒙 沉默少许 王林的身子默然一动 立刻沉入地底 以土盾之术向着远处挤持而去 数日后 王林来到了之前地底几千丈之下的洞府 在那里 他盘膝坐下 右手在杵戴上一排 顿时进番飞出 激起此番后 他所在的洞府立刻被上千个禁制 相互交错地包围在内 王林吸了一大口气 缓缓地闭上双眼 调动体内混乱的灵力 慢慢地顺着经脉流转 时间匆匆而过 待他把灵力调整一番后啊 慢慢地 再次融入到金丹之中 在体内修复灵力循环 渐渐地 他的金丹 慢慢恢复如常 修为再次达到 结丹后期 大圆满的甲婴境界 与此同时啊 王林立刻切断 经脉内的灵力 他略移犹豫 果断地控制体内灵力 向着身体内的莲花浸致 轰然冲击而去 在月前的那次 寂静神时攻击金丹的时候 他体内的灵力 就产生了一股爆炸性的冲击 莲花浸致受其影响 已然多处出现了 松动的迹象 这一次 在王林有意识的冲击下 莲花浸致 漠然大范围的松动 三天后 一只双目紧闭的王林 突然睁开双眼 他双手迅速在自己胸前 连点几下 每一次手指 在碰到身体的瞬间 都会有一道灵力波纹 在他指尖出现 慢慢地 随着他的双手越来越快 王林的前胸 默然间出现了数个亮点 这亮点显然是 从他身体内散出 透过肌肤显露出来 很快 这亮点越来越多 渐渐地在他的胸前 形成一个莲花的样子 最终啊 王林低喝一声 双手放在侧胸 慢慢向前推出 只见那些光点 一点点地从他体内钻出 相互交织在一起 仿佛一朵白色的莲花般 慢慢地从他体内脱离出来 一直到这些光点 脱离了他身体三寸之外时 在那些光点上 仍然有着一丝丝与他身体 相互连接的丝状尾巴 王林额头 溺出大量的汗珠 他的全身呢 此时汗如雨下 但为了彻底地逼出 这莲花尽致 他狠狠地一咬牙 再次低喝一声 双手默然狠狠地 向前一推 顿时啊 那些光点连同其丝状尾巴 全部从王林体内 钻了出来 被他一推之下 向前飘动而去 王林目光一闪 迅速一拍储物袋 顿时 一只飞行小兽 从他储物袋内飞起 迅速一头撞在了 莲花尽致之上 紧接着 那莲花尽致 就仿佛是一只 世人的妖物一般 迅速收缩 把小兽包裹住 最终闪烁了几下后 彻底沉入小兽体内 消失不见 直到这时 王林才松了一大口气 他目露寒芒 抬起右手 在那小兽额头一点 顿时 小兽发出震震思鸣 头也不回地 迅速飞出洞府 包围在洞府内外的禁止 在小兽飞过的瞬间 纷纷让开一条道路 甚至 那地底的泥土 也在王林的操控下 出现一条通道 紫兽一路畅通无阻 在地面上一闪而出后 迅速向着远处 快速飞去 王林嘴角露出一丝冷笑 他虽然不知 那以提寿为坐鸡的老家伙 有什么目的 但想来 也定不是什么好事 现在莲花禁止 被解除 并且移植到小兽身上 对方若是寻找 那就去找这小兽吧 但王林知道 这种小把戏只能为自己多争取一些时间罢了 不可能长时间骗得过对方 只不过 王林现在最需要的就是时间 他深吸了一口气 身子向前一冲 立刻离开此洞府 与此同时 他右手一抓 进番被他收好 急驰而去 匆匆离开 这修摩海 王林深知啊 已然不能继续逗留 否则的话 定然会麻烦不断 若是他按照原计划 可以达到原因 那么 倒是可以在这修摩海 横行无阻 除了躲避一些化神器的老怪之外 他将没有任何惧怕之人 只是 现在突破修为 达到原因出现了意外 如此一来 他的计划就要改变一些 王林离开洞府后 速度发挥到了极限 整个人几乎挂着一道流星 紧贴着地面 默然地向前游走而去 在第二天清晨 他来到了获得原鹰的 那处上古修士洞府 在外面仔细打量一番后 王林神识一扫 确定其内没有人 这才一拍处待 黑色毒箭立刻飞出 在王林一点之下 此飞剑顿时呈漩涡般冲入到碎石之中 很快 一条通道被飞剑生生地挖了出来 最终啊 待飞剑挖通后 王林回头看了眼四周 心底暗倒 秀莫海 再见了 他默然转身 猫腰钻入通道 在其内啊 他找到了传颂镇的时势 王林并未走近 而是回身右手一挥 顿时身后的通道再次坍塌下来 把路口层层封死 紧接着 他双手连连挥动 打出数道禁止 把这路口彻底盖住 这才转身走向石室 此时室也有坍塌 只不过王林当初在离开时 曾对着石室多加留意 暗中扔出一道禁止 用来保护 所以啊 此处虽然坍塌 但却并没有伤及阵法 仔细地把石室内的那些石块 清理一番后 王林站在阵法之上 低头研究少许 最后从楚戴上 拿出一个闪烁着 深紫色光泽的菱形石块 这石块看起来晶莹剔透 其内仿佛蕴含了 渺渺云烟一般 在里面缓缓飘动 这石块啊 正是修摩海内 少之又少的极品灵石 也是开启古传颂镇 所必须要具备的 灵力提供方 愁出一番 王林眼中露出果断之色 他不再犹豫 迅速把灵石插入 阵法之中的一个卡槽内 随即啊 立刻目光闪动地 盯着阵法 只见卡槽中的极品灵石 漠然间光芒大亮 其内的那些渺渺云烟 顿时翻滚起来 紧接着 一条条紫色的丝线 从卡槽四周缓缓散出 顺着阵法内的路线 迅速流转开来 转眼间 整个阵法 全部都被这紫色的细线覆盖 慢慢地 阵阵轰隆之声 缓缓传出 紧接着 一道光圈 自阵法边缘迅速出现 慢慢地升高 接下来 更多的光圈 从阵法内升高 这些光圈 相互交错在一起 漠然间转动起来 他们的速度越来越快 当达到一定程度时 站在光圈内的王林 他的身子顿时模糊 最终瞬间消失了 待王林消失后 此阵法的光圈 慢慢下降 重新回到阵法内 阵法平静下来 最终恢复如初 距离休魔内海 数百万里之外的 一片连绵不绝的山脉处 此时啊 天空出现阵阵异象 紧接着 一道十多丈粗的 巨大光柱 漠然从天而降 阵阵隆隆之声 四下传荡开来 在这山脉之中啊 有一个峡谷 谷内不大 在地面上 有一座看起来 年代颇为久远的 传颂阵 此时在这山谷内 尘土飞扬 视线看不清 仪仗之外 慢慢的 随着尘土 渐渐落下后 一个黑影 慢慢的 从阵法内走出 此人一头白发 全身遍布灰尘 看起来颇为狼狈 他正是王林 王林咳嗽了几声 右手掐绝 灵力一涌 顿时啊 四周吹起一股狂风 很快便清理出一片干净的空地 他身上的灰尘也一扫而空 王林抬头看了看四周 明亮的阳光自天空落下 晃在他的眼中 让王林眼前不由自主地略微一案 看到四周的瞬间呢 王林立刻知道 自己已经离开了休魔海 四周的山脉上 树林成荫 更有一些他从未见过的飞禽 时而从山脉中飞起 在半空中盘旋 王林双眼眯起 他已经很久没有看到如此耀眼的阳光了 休魔内海 终年不见天日 即便是最近这一个多月 虽说雾气散了 但遥远的天空却是乌云密布 黑雨连绵 深深地吸了口空气 王林转身 钉向地面的传送阵 他目光闪动 一拍储物袋 拿出一把飞剑 在阵法上砍了几下 生生撬出几块不知阵法的材料后 把这些材料放在储物袋 这才放下心来 现在 即便是那疯癫的老头 追寻到他的足迹 也无法通过传送阵来到此地 再加上没有了莲花禁制的定位 如此一来 王林的安全得到了保障 王林身子一跃而去 飞在半空后 他立刻察觉到 此地灵气极其充足 而且越是在天空之上 灵气就越浓密 他身在半空 双手在身前一晃 打出一道残影禁制 印在了山谷之内 起到定位的作用后 便立刻投也不回地 向着远处 急驰而走 王林一边飞行 一边散开神尸 仔细地在四周横扫开来 慢慢延伸 他不知道这里是什么地方 眼下最重要之事 就是知道 此地到底是哪 然后 如果条件允许 那么 王林就是展开心中 关于解决修为突破的那个计划 这是一个颇为虚耗时日的计划 在这之前呢 他需要布置很多事情 才能确保这计划的万无一失 散功 代表着一切从头再来 这一点 王林不愿去选择 不散功 此生无法突破 只能停留在 接担后期 报仇无望 如何才能在此身不散功的情况下 还能有修炼到元英七的可能 兼顾这两点 只有一个方法 可以勉强做到 王林目光闪动 他神石散开 身子速度极快 一边飞行 一边向这四周横扫而过 漠然间呢 他身体一顿 双眼望向北方 在此地向北两千里外 他察觉到了两个修士 正在向东 急驰而行 这两个修士啊 均是男性 其中一人年纪不大 修为筑基初期左右 最后一人是步入中年 修为达到了杰丹初期 王林扫了一眼后啊 身子漠然一动 以奔雷之势向着二人飞去 麦国荣 身为浩然宗的弟子 此次遵从师命 前去云天宗 官礼两年一次的开灵会 所谓开灵会啊 实际上是云天宗 所特有的一次丹药拍卖会 云天宗以炼丹 闻名楚国 其所炼制的丹药 即便是一些四级修正国 也会时而来此购买交易 只不过呀 那一般都是在十年一次的 开灵大会上 至于这两年一次的 小型开灵会 往往都是楚国各门派的一些 低倍弟子参加 算是一次小小的历历 这种小型的开灵会啊 其内不会出现太过珍贵的丹药 往往都是一些智识丹药 但对于低倍弟子来说 这些丹药也是不可多求之物